我选湖北千岗迎台青实习就业专场招聘会7月8号在武汉举行 80家企事业单位现场共港1884个 吸引了300余名台湾青年前来咨询 岗位类型涵盖寄生电路、软件设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交通及节能产业、生物医药及器械、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产业、科研与教育等 记者在现场看到既有月薪5000元人民币的岗位 也有月薪达5万元人民币的学科带头人 实习岗位补贴普遍每月不低于2000元人民币 今年34岁的台湾大学博士高培根签约入职黄岗师范学院特聘副教授 他介绍同样为副教授大陆薪资不仅比台湾高30% 而且提供住房交通补贴、科研启动金、安加费等 还可参与职称评审、发展空间更大 因为这边现在非常重视科研发展 那对于这部分的一些补助跟经费的支持 就是很够力 所以我就很愿意过来这边发展 我觉得台湾最近的发展已经有点趋向缓慢 就是资源部分也不太会去帮助您进升 或者是再继续的就业或者是提升您的一些素质 可是大陆这边的话发展机会很多 还会提供您一些增加您就业的能力的一些机会 主办方还将该省现有的两个国家级 四个省级台湾青年创业就业基地 四个省内优质青年创业基地的基本情况 制成十个展板向台青进行介绍 并向为台青提供就业实习岗位的单位代表 创业台青企业代表和就业台青代表发放了补贴 我们看到就是已经在我们学校工作的 有一些台湾籍的老师 就是他们确实非常的敬业 然后整体的数字的话也都很好 我们之前就是经常就是直接在台湾地区进行招聘 那现在如果有这种更好的这种机会 可以由这些政府或者是这些活动来 进行一个招募台籍的同事的话 我觉得会对我们企业来讲是一个 节省了很多的成本吧 本场招聘会以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的方式展开 除了上述线下招聘会外 主办方还把前期征集到的170家单位 2700多个实习就业岗位信息发布在网上 台青可通过二台一家微信公众号 湖北公共招聘网微信公众号等 直接了解招聘信息并与企业建立联系 优优独礼 优优独礼 优独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